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人带着孩子 真是开心 让人好羡慕 等我跟刘火结完婚 我们也马上养一个孩子 让您抱着自己的亲孙子 咱们一家人也开开心心的 是吗 这毛衙衙可真够厉害的 刚跟火哥离婚 就找人下家了 我看是早有预谋 谁像我似的呀 一直只爱着刘火一个人 从一而终 刘火回来了吗 哦 在房间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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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 我都说了 在书房你肯定睡不好觉 哦 今天晚上 咱们回房间睡 好吗 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不嘛 今天晚上 我们回去睡 啊 我都已经把房间让给你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呢 把房间让给我 把房间让给我 你的意思好像我死皮烂脸赖在你房间 来书房可是你自己要来的 不是我逼你的啊 你要这么说 那今天我还真得抓你回去跟我一起睡 哦 好了 算我求求你好吗 你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好吗 刘虎 本来我们两个也是马上要结婚了 在一起住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那个房间 本来也是属于我们两个的小天地 要不是他中间横插一杠子 我们用走那么多弯路吗 你别再说了好吗 你别再挑战我的忍耐力行不行 我说的有错吗 我们以前不也是好好在一起住的吗 那是以前 现在我不想回那个房间 我宁愿住办公室 你去哪里啊 主任 那个六号楼的楼道已经清理完了 我现在再去趟十二号楼 太棒了 有你在啊 我少了好心心呢 毛元元 我有事找你跟我出去一趟 你又有什么事啊 我现在在忙着呢 没空 请你等一下 这是办公的地方 你们的私事下班得说 你少来这套 跟我走 这叫什么事啊 这叫 何雨天 你有完没完哪 是你有完没完 毛鸭鸭 这回你高兴了吧 刘虎已经不回家住了 刘虎不回家住 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何雨天 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 你把他拉回来住啊 要说勾引男人 毛鸭鸭 我还真是自愧不如呢 怎么着 刚跟刘虎离婚 现在又勾搭上一个 我麻烦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好吗 你还要怎么样啊 我跟刘虎已经离婚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想让我不来找你 可以啊 那你就彻底离开我们的生活 我跟刘虎马上就要结婚了 孩子的亲生父女向辉 不是也已经回到你身边了吗 你为什么不能跟人家好好的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呢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还有 不要在刘虎眼前晃 不然的话我跟你永远都没完 何雨天 我发现你不但不讲道理 而且节操还有问题 你想跟刘虎结婚是吧 好 我成全你 请喝咖啡 谢谢 萌安安 你好 我是刘总的助理 Lisa 你好 Lisa 其实我早都听说过你了 你跟刘总 从闪婚到离婚的事迹 我都知道 我一直很好奇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现在 看清楚了吗 说实话 我没什么特别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其实 我早都想跟你见面了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是我和雨琪姐 还有刘总一起创办的 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来 就想劝刘虎 让她跟何雨琪和好算了 不然我 她 还有何雨琪 我们三个人永远都没有安宁的日子 也许 只有让她跟何雨琪结婚 才能一切归零 才能结束这无休无止的折磨吧 你认为 这样就真的是结束吗 刘总 你把银行的资产报表拿来给我看一下 好的 刘总 对 刘总 今天毛鸭鸭来过 鸭鸭来过 为什么不叫我呢 她说了什么 她说 劝你和雨琪姐复合 好 来 主任 主任 要是 你们什么意思 请失败了 要我请啊 我这点公司啊 全得搭着你们身上不可 我还没娶媳妇呢 怎么着 也得给我留个老婆本啊 招省不及啊 我们都不及了 说什么呀 你们是不及 我及 老袁阳 流火 有什么话你就说了 说完我还去上班呢 你今天不是去找我了吗 对 我觉得有些事情 当被说清楚比较好 那你现在说 你快跟何雨琪结婚吧 也许 你们俩结婚 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 为什么你现在 还要帮着何雨琪 一起来折磨我 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我没有想要折磨你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跟她结婚 这一切都不会结束的 这是开始 是痛苦的开始 你告诉我 我们该怎么办 芽芽 跟你离婚之后 我想忘了你 可是我一秒钟都忘不了你 越是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 你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我不管怎么样抹我 都抹不掉 可是你现在 你居然叫我跟何雨琪结婚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你知道你这样子有多残忍吗 你跟何雨琪现在不挺好的吗 而且 她现在都住在你家了 你们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呀 你们都要结婚了不是吗 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何雨琪摔下楼的时候 我知道不是你推她的 可是那个时候你人在警察局 她硬要诬陷是你推她的 她逼我跟她结婚 我要是不答应的话 她就要跟你杀人未遂 我能不答应她吗 我有别的选择吗 我想要保护你呀 你知道每一次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好想跟你说 可是我不能说 因为我不想要你卷进来 我希望你开开心心地过 你的生活就好 我好想保护你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们就可以一起面对呀 如果我早点知道 我就不会让你做出这样的牺牲了 我真的好爱你 我现在就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你真的要把我退给何雨晴 让我跟她结婚吗 会把你这个 commit ? 和我找你 因为没有有 AUTUR 내부 这ụ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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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尚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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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我就知道 姐姐 吃水吧 小青 你怎么弄水果的 这水果的味道都变了 坏了 没有坏啊 这是我刚切出来的 你怎么还学会跟我顶嘴了 我说它坏了 它肯定是坏了呀 让你去弄赶紧重弄 还没过门呢 都这么使唤人 家里情不家仪 到这过瘾来了 哪儿坏了 妈 这大半夜子 你开这么大声干嘛呀 你就不怕邻居说你扰民呢 我想麻烦请你把眼睛擦亮一点 看一看 这是谁的家 这是我薛东娜的家 我爱开多大声 我就开多大声 至于扰不扰民 吵不吵的邻居 我自有分寸 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小青 来来来来 赶紧的把家庭影院的线给我接上 看美国恐怖剧 咱们可以少得了音效了 快 家庭影院 薛姨啊 这个我还真不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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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起来,火哥说让我今天去干洗店,把干洗的衣服拿回来,我就先走了,去晚了,他们就下班了。 看我不睡,是吧? 走啊,走啊,全都走,都别在这个家待。 我还就在这儿呢,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招。 我们都已经去过了。 那个,主任,天都黑了,我回家了。 那个,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吧,我自己走。 那个,一个人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多好啊。 别开忙。 小青啊。 我们家啊,现在火热热太重了,根本带不下去。 你要是没事,咱俩去散散步啊。 好啊。 哦,那个,明天吧。 你拒绝我,水帅。 你拒绝我,水帅。 没有啊。 可以。 走吧。 哦,还是明天吧。 啊? 晚心,我在这儿呢? 晚心。 什么情况啊? 。 等我一下。 小姐。 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快要打烊了。 我不管,我不管。 给我你们最大的钻戒,我要对戒。 雅雅。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之间会发生那么多那么多事情。 因为我始终没有送过美婚戒。 让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准备的婚戒。 你这当作是我第一次给你求婚,好吗? 你这当作是我第一次给你求婚,好吗? 雅雅。 雅雅。 你会成为那些不愉快的吗? 但是我没想到。 我会成为你。 我会变得更像她的婚戒。 我能交由。 你会变得更何事? 我天劳尉异朕。 你妹妹对你! 我每天都没有选择。 我能让我当作婚戒。 我比方你 죄。 小慧 你回来了 哥跟嫂子带着妈出去转转 所以说让我留下来照顾宝宝了 来 我来 芽芽 你饿不饿 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 我不喝 孩子吃了吗 她已经吃过了 你看她玩得多开心 是不是 太不开心 小慧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还有谁会对宝宝这么好 芽芽 你别担心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和宝宝了 可惜啊 一切都太迟了 一切都太迟了 不是的 那就好 其实呢 我觉得她应该在这个家也待不了多久 但就不知道 火儿跟她 有什么把柄在她手上 所以一时八过的 没办法跟她搬连 我知道 不是因为她学医 你放心吧 那就好 好 有她 好 好 雨晴 你发什么疯了你 好 雨晴 你干什么 你发什么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我都是被你儿子逼疯的 你别进来回来 小春 没事吧 我知道你们两个看不上 你们两个看我不顺眼 你们想让我滚出这个家事吧 你们别做梦了 我不会走的 我和柳火结婚 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的 你们等着看吧你们 何雨琪 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我问你在干什么 新浪官回来了 让你看看我能干什么 我让你看看 我让你看看 你不是要听什么吗 我让你跟妈呀 你结婚 你不是要结婚吗 何雨琪你闹够了没有 我永远都不会闹够的 刘虎 你为了保住毛呀呀 你欺骗了我 现在你要被我及待的去偷情 你个大骗子 你欺骗了我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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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见了 你看见了也好 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结婚 我心里面只有毛鸭鸭一个人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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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让我给你干死我们吗 刘虎 你可让我给你干死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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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些日子 被这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你为的全部都是毛鸭鸭 你是想要气死我吗 妈 你别这样 我真的很爱很爱芽芽 我不能够没有她 你理解我这一次好吗 不行 我绝不会答应你的 之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会爱猫芽芽一辈子 我看你的一片痴心 我让你们在一起 我让你们结婚 我理解你 结果呢 你们白头到老了吗 你们在一起了吗 你们现在在一起了吗 为什么让我再理解你 还让我理解你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骨气 你自己的条件这么优越 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喜欢一个 带着孩子过来的女人呢 你为什么脑子这么不清醒呢 妈 你看 我已经再一次跟压压求婚 她也答应你 我们从头到尾都深爱着对方 你知道吗 刘雨昕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告诉我 你说你爱我吗 你不是说你真爱我吗 曹雨昕 我们之间有过很美好的回忆 虽然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认识你 可是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发生的 就算是因为误解而发生的悲剧 它还是发生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感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感情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结婚 欠你的 你让我拿什么还都可以 但就是爱情不行 对不起 你理解我好吗 我没有什么理解你 你不知道我爱你们留话 阿 sy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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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Ethan 这家怎么回事 天天这么吵这么闹闹 那倒不知道怎么休息了 顺人 要把房子拆的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我得投诉他们 我马上给他们物馆办假电话 喂 物馆办法 你马上先回去 李主任 我跟你说啊 我们可不是给你找麻烦 就他们家 天天吵 白天吵晚上吵的 这实在受不了了让人 您不知道呢 他们家的儿子 这第一个老婆离婚带儿子刚走 这第二个马上就到了 这跟薛姐相处的也不好 闹的呀 真没辙了 行了 行了 二位看我了还不好吗 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咱们得和平共处 互相都得谦让着点 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好吧 刘霍 你向他们保证 以后不扰民了 不扰民了 怎么样 二位 要没什么事 咱们就散散吧 那行了 您都费心了 谢谢李主任 谢谢您了 没说的 没事吧 咱们也散散吧 吵啊 再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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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们刘家的脸 也被丢尽了 我需要看看你 能不能够把这个房子给掀了 把这栋楼给拆了 都别再吵了 别再吵了 再吵我们就别在这儿住了 刘霍 你把戒指给我 什么戒指啊 你跟毛羊羊订婚的戒指 如果你给我 我就当做我没看见 我当做不知道 我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你到底还想干嘛 给我 你给我呀 别闹了行不行 你给我 够了没有 你给我 别闹了你 你别抢了 你给我 何雨晴 不要闹了 何雨晴 你给我 出来 滚 你干嘛 你够了我 再也别看过你 滚 薛姨 欧小夕 刘霍 你们俩都为我听清楚了 从今天开始 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原因 这个家 不准再让何雨晴进来半覆 听见了没有 听清了薛姨 知道了 走开 赶紧 赶紧 走开 赶紧 韩先生 赶先生 童小姐 赶紧 赶紧 你是童总的妹妹 童姐 等等 你是童总的妹妹 赶紧 赶紧 冯小姐 打我什么事 安先生 你别担心 我不是来给你惹麻烦的 我是相辉的女朋友 她以前是个穷光蛋的时候 是我花的钱把她送出的国 可是你知道吗 她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了 而且 她现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我没有办法了 安先生 因为我知道 现在只有你能够帮我了 我 冯小姐 不应该为这些事情找我 安先生 我求求你了 求你帮我挽回我的爱情 她现在是你的人了 只有你可以管束她 这是相辉的知识 我爱不能做 又无钱干涉 爱情的东西 是世界上最难做目的东西 一切 看原深原浅 知我也是非常重视爱情的 我也希望看到真心相爱的人 在那里 不过以强求的手段对付爱情 毫无疑忌疑的 明白吗 我死者 她是真心想想想想想法 不可思议 你肯定一个晚上没睡 才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对吗 薛姨 这些都应该是我做的工作 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房间里的空气 这么新鲜呢 你别给我笑 我告诉你 何宇齐在这个时间里 我真的觉得我无法呼吸 我整个人我要自喜 行 那你就先好好呼吸着 我去把垃圾倒了 辛苦 应该的 睡得挺好的吗 我就在想 人家的儿子娶媳妇呢 都是把婆婆字后的服服帖帖 开开心心的 就为什么我的儿子遇到这两个女人呢 一个何宇齐 一个毛鸭鸭 我这半条命都搭上了 妈 你别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好不好 差那么多有可比性吗 可比性 讲到可比性呢 你说这个何宇齐好了 虽然说他劈腿 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但起码人家没有孩子啊 那你这个毛鸭鸭 跟过别的男人 而且还有孩子 这真的差别太大了 你别说得那么难听行不行啊 你也是女人 你试着从女人的角度去 去理解理解她嘛 我理解不了 谁能理解谁去理解 妈 你想过鸭鸭 她为什么坚持不把肖肖拿掉呢 她难道不知道这个孩子 会对她的未来造成多大的阻碍 甚至会影响她一辈子的幸福吗 那是因为她是一个那么善良的人 她从来不愿意为了自己 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换做事你好了 你忍心把我拿掉吗 妈 鸭鸭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跟她在一起 我感受到很多以前 我跟何雨琪在一起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感觉 我觉得很安心 我爱鸭鸭 可我爱的 不是她过去受过的伤 或是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我爱的是她整个人 我爱的是我跟她的未来 可这个未来 要有你的支持 妈 要是你不支持的话 我就算跟她在一起 我也会很难受 你忍心看着我一直难受吗 再说了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一个我的孩子 那还不简单 我跟她再生一个不就得了 好不好吗 随便呢 随便你了啦 你自己怎么高兴自己怎么去做吧 反正我已经心里焦瘁了 妈 所以 你是答应吗 那 我要就跟她说了 你不能反悔了 老杨阳 老杨阳 你真要好好珍惜我的儿子 他真的很爱你 你 主任 现在去买皂粉是吧 好的好的 我知道 我让你不去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去公司说什么啊 先别说这人 你知道吗 昨天我跟你求婚的时候 被何以琪看见了 他回我家以后大闹一场 把我家砸得乱七八糟 那么夸张啊 那 他在不在附近 你别怕他 重点是 后来是我妈把他撵出去的 我妈还说了 不准他再进我家的门呢 你想一想 是我妈啊 那万一 他以后又用其他的事情威胁你呢 我不怕 只要不是拿你来威胁 我就不怕 傻瓜 以后啊 他要是拿我来威胁你 你也不是妥协知道吗 我不怕他 随便他想怎么样 那不行 你不怕我怕 啊 对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我已经说服我妈了 她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她也能接受笑笑了 好 真的 嗯 那 你怎么说服她的 好 我不告诉你 告诉我 我好想听啊 我不告诉你 你快说嘛 怎么 怎么才那么尖重了呀 我不告诉你 除非你亲我一下 好厉害 莫洋洋 既然你这么看重孩子 你就别怪我无情了